中国名画背后的故事 世界名画背后的故事 今天主要给读者介绍这两套书 在生活中间经常有很多朋友问我 这幅画到底是讲了什么内容 怎么看不懂 或者是背后有些什么故事 比如说听琴图这张画 落款是圣徽宗造极 因为画面上 针尖画了一个弹琴的人 然后旁边坐了一个听琴的人 那么一般认为 弹琴的这个就是徽宗 圣徽宗造极 然后听琴的是他的爱诚 蔡金一般都这么认为 而且称他的提款来说 这个画上有天下一人的提款 就是徽宗的提款 但是后来就有学者就质疑 如果是徽宗画的这张画 那么作为一个橙子蔡金 他敢在他的画上来提诗吗 所以就为这一点疑问 就觉得可能这张画呢 不是圣徽宗亲笔所画 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的 宫廷的画家画了以后 代表宫廷画家的作品 像这张画 戴红帽的女郎 这张画在华盛顿美术馆 不论是绘画的技巧 还是人物的神情 特别是他的眼神 不管你在展厅的哪个角度 只要你看到他 你从他正面看 他也在注视着你 你走到侧面 他也在看着你 你走到远的地方 他也在盯着你 他这种眼神 确实特别的吸引观众 每一个看画的人 都能被他吸引 画幅非常小 简直就几乎跟咱们 那个十六开的幅那么大 就是那么小的一件作品 但是作品表现得非常出色 就是这种技巧 非常的高超 因为维米尔这个画家 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的寿命不长 属于短命的画家 然后他留下的作品 也在三十多件 但是每一件都是精品 而且这个画家在当时 他生活的那个时代 还不被认可 收藏的人也不多 但是他就一直是很潜心的 来做画 他这张画是通过那种 过去的一种 像早期的照相机一样 叫什么描画镜 他们当时称作描画镜 虽然也是有一个暗箱 有一个针孔 然后通过那一个 来取得一个视觉的图像 所以画家是通过这种 仪器来获得图像的 然后来进行绘制 有一部电影叫 《戴真具耳环的少女》 也是表现了这个画家 做画的一个场景 那里边就有一个画面 就是表现他做画的时候 用的是描画镜 所以就能判断去 画这张画实际上也是 用了一个描画镜的方式 来构图来取景的 请楼上 楼上 《戴真具》 看一个脸 点瓶 《戴真具耳环的不可能》 《戴真具耳环的不可能》 《戴真具耳环》 《戴真具耳环的不可能》 对 是 你能看到